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句话很像佛教中的因果理论 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人做了恶事必然会遭受到老天的报应 相反 人如果做了好事 那也会得到老天的庇佑 佛说 举止动念 无不失业 无不失罪 意思是指 别说是做了恶行就是起了恶念头 都算做了恶业 我们要时刻关照自己 警惕念头 隐藏自问 生这个念头是否应该呢 不应该就马上灭除 所以 如果你做了以下这几种事情 一定要及时回过 不能掉以轻心 更不能自以为是 一 借钱不还 都说借钱容易还钱难 当你把钱借出去的那时候 你是大哥 一旦钱已经借出去 到讨债的时候 估计你们之间的亲戚关系 很容易就会因为利益而斗得行私路人 甚至反目成仇 小区里 有一个开家具店的老板 王先生 他为了扩大店铺的规模 找了很多人借钱 然后承诺过三年之后 连本带利归还 一转眼 三年过去了 王先生不仅没有还钱的意思 还把家具店变卖了 自己拿着钱去了深圳创业 上个月 有人起诉了王先生 但是发现他的名下 一点财产都没有 他在深圳开了家具加工厂 但是办证的时候 用了他小舅子的名字 看来 王先生是早有准备 他一直在准备当老赖 虽然王先生被起诉之后 依旧安然无恙 但是他借钱不还的事情 还是传出去了 和他有合作的客户 听到风声之后 都结束了和他的合作 导致他的加工厂 生产的家具直销了 不管是谁 都不愿意和借钱不还的老赖打交道 老赖总是要被孤立的 因此他在孤立之后 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成功了 人在社会上混 众人食柴 火焰高 一个人单打独斗 是不会成功的 有的人喜欢背后算计别人 总是把别人当成愚蠢的人 其实不知道 他只是在自作聪明而已 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说是很久以前 有一个中年人 发现河对岸有很多的金子 他想方设法地去河对岸 刚开始准备坐船过去 但是风浪太大 就不得不放弃了 他绕了很远的路 找到了一座桥顺利抵达了对岸 他迅速朝有金子的方向跑去 但是他忽然想起 如果发现金子的人很多 是不是大家都会通过这座桥 跑来抢夺金子 于是他又折了回去 把桥拆掉了 他拆掉了桥 才安心地走到有金子的地方 拿着金子往口袋里装 他很开心 因为他从来没有这么富有过 可是他还发现 河对岸其实是一座孤岛 而他却把唯一的桥都拆掉了 他在孤岛上 天天等着别人来救他 可是过了很多天 依旧没有人从孤岛经过 几个月之后 等人发现 孤岛上有人抱着金子 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我们经常会说聪明反备聪明物 现实生活中 大家都想做最精明的那个人 使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 从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没有一个人愿意被别人看成是傻子 然而 这种自以为聪明的想法 往往会让人变得更加贪婪 利欲 熏心 头脑模糊 最终无法做出最正确的决策 越是想获得的更多 越是欲贺难填 背离自己的初衷 不但没有使自己的利益达到最大化 而且还会蒙受更大的损失 美国的数学家 图克曾说 假如大家都想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最终往往会落得两败俱伤的结果 个人的理性算计 最终会导致集体结局的非理性 因此 在利益面前 我们除了要为自己考虑之外 也要考虑到别人的利益 和自己的长远利益 学会适可而止 不要过于精明 更不要聪明反备聪明物 利益会使人们内心中的魔鬼变得张狂 我们要学会理性的 全局的看待问题 高明一些 而不要太精明 不能总想着如何算计别人 过河拆桥的人 表面上是断了别人的路 实际上是断了自己的归路 让自己走上了不归路 真正聪明的人 懂得给别人一条路 便是给自己一条退路 做到能进能退 人生越走越顺 三 背叛家庭 婚姻的路途是很遥远的 在这段路上有很多的差路点 走对了你能幸福一生 可假如走错了 你要么后悔一辈子 要么就充满自责 就算当初很有决心 一路走到底的恋人 但在这条沿途 充满欲活的路上 也有可能会背叛家庭 前天下午 朋友小张向我倾诉 他一直在抱怨 爱错了人 真的很狼狈 我的妻子 就是一个蛮横不讲理的人 还联合娘家人一起欺负我 他就知道向我要钱 也不管我创业多苦 等小张冷静下来 我和他慢慢地 聊了大半个小时 我算是明白了 小张这些年开了家火锅店 生意火爆 每个月收入有三四万 他的妻子在家里带孩子 从来不去店里帮忙 因此他很生气 与此同时 小张爱上了店里的一个女服务员 两人一唱一和 配合很到位 下班之后 两个人在一起聊天 真的有一种心有灵犀的幸福 我问小张 你的妻子不来店里帮忙 但是他并没有少做事情 他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还能管好家里的钱 孝顺父母就是很好了 你抱怨妻子不好 是因为你自己 贬心了 其实 火锅店的女服务员 对小张很好 是为了拿到更多的工资 这两年 女服务员一个月的工资 都有九千多 她是不是为了钱 才假装 对小张好呢 还有 两个人都有家庭 以后能够结婚吗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即使你的婚姻再糟糕 你要做的就是去解决问题 如果解决不了 你大可以选择离婚 而不是去出轨 伤害自己的家庭 婚姻的幸福 往往是昙花一现 也许是某种利益的趋势 并不是真爱 那些丢弃家庭的人 要是以后再也不能走进婚姻 老了才得报应 越火越凄凉 四 不学无术 十年寒窗苦读 只为一名惊人 金榜提名 是中国历朝历代读书人的终极目标 也是穷苦人民改变命运的 唯一方式 而随着国家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这个年代的读书人 似乎再也找不到 古代人那种 悬梁刺骨的精神 甚至常常听到有人说 我都那么大了 还读什么书 读书是学生的事情 说这句话的人 多半是不学无术的人 一方面在抱怨人生太苦 一方面不求伤见 一个人不愿意读书 其实也是在作恶 是在对自己作恶 在社会上 我们常常看到 掉耳朗当的问题少年 他们看起来很潇洒 通过偷 到抢 可以让自己过得衣食无忧 他们读书很少 逃去的方法很多 多年以后 再看看那些问题少年 真的连生活都成问题了 成为了人渣 读书的人 是对自己善良 是在拯救自己 寒门出柜子 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证明读书可以改变命运 读书苦 是苦一时半会儿 不读书的苦 是一辈子都苦 要知道 一抱还一抱 不孝顺父母的人 老了也不会被儿女孝顺 偷鸡摸狗的人 有牢狱之灾 算计金钱的人 被嫌所困 造谣生事的人 被谣言所害 生气的人 气坏身体 心黑的人 诡计多端 也烦恼不休 作恶的人 别急 报应迟早未来 做人 要懂得 及时止损 不要让祸事降临了 才想起要改过自新 世上没有后悔要 想要远离祸事 就要多做善事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